因为这个主要是一个小米的那个 主要是一个小米的 小米然后更做的部分 来到布农族部落 常常可以看到以这种的图形作为部落意向 这就是所谓布农族的版例 内容就是过去全年碎石记忆及生活礼书标记 身为布农族着色群族洪河认为 以目前的版例来看 很多图案需要修正解释 例如重要的祭典符号 比达国从这里一直做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这些符号呢 可能有人把它解释成那个打猎 那这个不是打猎的记号 为什么呢 那么重要的工作阶段 男人都不再去打猎了 我们不是一家两家的男人去打猎 是整个部落的男人去打猎 这个不是打猎的记号 很重要的这个阶段 而是一个持续性要做完的动作 雨退人员洪河是目前唯一布农族 着色群族具有族与优考证人员 推广族与工作是不以余力 要把布农族的版例内容 详细把全年性的记活动加入其中 并提供成为未来教学的素材 为了教育我们的孩子 要有什么编织的部分 然后婴儿记也要有 那其他的相关的节庆要有 我们把他所有的节庆 放在里面的时候 足足可以做一个 12个阶段的一个解释 我们的版例的一个过程当中 能够看到这一点更细的部分 我们更能去这个时候来 去做一些调整或是增加的部分 那是绝对对未来教育的课程当中 是非常相当的一个帮助 洪文和表示 研究这项工作 纯确是个人兴趣及使命 希望未来能够召集更多的主义老师 一同来推动 原是新闻 然后我们说 我们俄罗斯 我们俄罗斯